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117期的亚当球鞋 我是你们的亚当 RDDust的篮球鞋 近几年里面能拿得出手的真的不多 那除了Next Level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篮球鞋产品 不是靠情怀 那就是靠打骨折 那还有一些不经由情怀 还顺带着一起给你打骨折 而在前两年一直穿着Next Level打球的吹羊 也是在今年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签名鞋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特雷羊一代 那这双特雷羊一代在外观方面的设计语言 其实跟Next Level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 甚至可以说这双特雷羊一代就是低帮的Next Level 那再加上一副可有可无的鞋带 那这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 那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亚当球鞋 我是亚当 本期节目由大家的点赞赞助播出 老样子 我们来从大底开始说起 大底方面 吹羊一代前掌采用了幅度非常大的这种人子纹纹路 后掌采用了圆形的纹路 纹路深度非常深 不过使用的橡胶材料硬度方面是比较偏软的 导致球鞋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 经过两次室外场地实战加上两次室内场地实战之后 能够明显看到大底是有比较明显的磨损的 并且它的磨损并不像普通的篮球鞋那样 慢慢的把纹路磨平 而是在有一些纹路比较细的位置 出现了橡胶直接掉落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选择购买这一双鞋的话 尽量还是进行室内场地的实战 那如果你想要打室外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等它价格再降一降之后会比较合适 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算比较不错 基本上可以满足大部分场地的实战需求 但是如果在灰尘比较大的场地上面实战的话 那它的抓地力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 并且用手擦拭鞋底之后 它的抓地力并不会有明显的提升 大底的橡胶材料对于灰尘的吸附能力控制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在购买之前尽量考虑清楚 你平常打球的场地条件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不好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购买这一个鞋款 在中底方面 球鞋搭载了全掌的lightstrike加上后掌的一块boost 从账面上看 大家很可能会觉得这一双鞋会是一双前掌拥有优秀反应型 后掌拥有优秀缓震型的一个鞋款 后掌的缓震的确是比较不错的 对于我180斤的体重来说 这一双鞋的缓震是足够我使用了 并且boost的加入 也让lightstrike的衰减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但是前掌却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么优秀 前掌的中底厚度并不是很薄 在场地感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 但是前掌的鞋垫下方 它这一个材料非常非常硬 感觉是直接把tpu放在了中底部的下方 非常非常硬 跟kt5高帮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那在穿着时间久了之后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前脚掌发力位置 与硬质的材料碰撞多了之后 会出现明显的不适感 虽然场地感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好在前掌调教是比较偏硬的 在反应型方面的表现还算比较不错 鞋面方面采用了一体式的鞋面 鞋面材质的形变空间也是比较小的 但是这一双鞋并不是特别的压脚背 脚背不是特别高的朋友 这里说的是特别高 这个尺度可以拿捏一下 稍微有一点偏高的也可以选择这一双鞋 鞋面的材料全部由针织鞋面构成 加上部分皮质鞋面的点缀加固 鞋面虽然在肉眼上看上去 是没有任何一个透气孔存在的 但是经过测试之后 鞋面的透气性还算OK 其实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穿着它 也不会出现五角的情况 鞋面的整体包裹非常优秀 虽然仅仅采用了两对动态鞋带孔 但是即使你是不系鞋带穿这一双鞋 在包裹性方面的表现也不会特别的拉垮 这就是一体式鞋面在包裹性方面 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当然这两对动态鞋带孔还是有它的作用的 如果你没有系鞋带 球鞋会出现明显的不跟脚的现象 那这两对动态鞋带孔就成功的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要特别优秀的脚踝处的锁定的话 那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一个鞋带扣式的这一个鞋带 虽然它的确更加的美观也更加的便捷 但是在实际的实战过程中 鞋带扣式的这一种鞋带会出现松动的现象 而传统的鞋带则在这一方面会有更加优秀的表现 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双鞋的鞋楦会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像之前的利拉德6或者哈登4一样前掌宽四海 那还是会像Next Level 2020一样前掌又很窄呢 那这一双鞋在我体验之后 它还是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脚型的 不会挤脚也不会宽 而是刚刚好的那一种水平非常舒适 那在穿脱方面这一双鞋也是跟Next Level一样 在第一次的时候会不那么容易穿进去 但是一次之后穿脱就比较方便了 并且有鞋带加入之后 也不会出现Next Level上面出现的那种 穿着次数多了之后包裹性会有大幅度下降的一个情况 鞋面的支撑性表现也非常优秀 鞋面的强度是足够的 再加上球鞋侧面大面积的中底橡胶上翻 让球鞋在侧向支撑方面得到了保证 再加上阿迪祖传的高强度中底抗扭 让球鞋整体的支撑性表现都是非常棒的 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 大底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宽大 以及整双鞋的侧面都做出了明显的防侧翻设计 球鞋的整体重心也比较适中 那种种因素加在一起 让球鞋得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稳定性 穿这一双鞋实战的时候 不会有觉得不放心的时候 那唯一让你觉得有所顾虑的 可能就是这一双鞋的鞋帮高度实在是有点低了 跟当年的KD6几乎是一个水准的 穿在脚上感觉脚排处就是空空的 那如果你没有穿过类似鞋帮高度的球鞋 那你会觉得有明显的不安全感 不过在习惯了之后 这种感觉就会消失 在重量方面单只42码的特雷扬一代 重量是420克 那这个重量 对于一双想要做极致的后卫鞋的一个鞋款来说 其实并不算优秀 甚至可以说是偏重的 但是放在所有的鞋款当中 420克的一个重量 还算是中规中矩的 并不算差 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分 那从特雷扬逸的球风 以及这一双鞋极低的鞋帮来看 阿迪想要做一双比较极致的后卫鞋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 但实际上这一双鞋除了极低的鞋帮之外 其他地方没有哪些方面 能挑出它跟Next Level之间的区别 重量并不优秀 反应性也并不出色 所以这双鞋在我看来 它依旧是一个砍了鞋帮的团队款 那这双鞋是否值得购买呢 那单从价格方面看 这一双鞋现在700左右的一个售价 我觉得还是比较偏高的 那我觉得500左右 会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入手机会 那毕竟阿迪达斯的篮球鞋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折扣力度 而从实战表现方面看 那这一双鞋的确还可以 可以算是我这两年穿过的 除了Next Level 2020之外的 最强的一双实战篮球鞋 阿迪达斯阵营 但是它并不是那么的强 整体还算是比较中庸的一个表现 那哪一些人群选择这一双鞋 是比较合适的呢 第一喜欢特雷扬的朋友 那它的第一双签名鞋 绝对是可以充一下的 并且它的颜值外观 我觉得也是非常OK的 那第二类就是脚踝力量优秀 对于低帮鞋款并不反感的球员 可以选择它 那如果你想要选择一双 轻质灵活的篮球鞋的话 那这一双鞋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一款 那如果你想要购买它的话 在尺码的选择方面 我平时耐克穿42.5 李宁穿42 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 还算是比较合适的 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一切的亚当球鞋 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 我是亚当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球鞋的道路上 给你一点帮助 如果我可以帮助到你 希望你可以关注我 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 那这就是对我最大支持了 好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Peace